刚才我们讲到了条件式的现在式的一般的用法 下面我给几个句子请大家来说一说 分别它应该归到哪一类用法当中 为什么要用条件式的现在式 为什么我们用这个现实的现实呢? 他想要更早的出发 但是我们用这个现实的现实的现实 就是为了表现一个想法 这是表达的一种愿望 我想要一杯咖啡 这是非常礼貌的一种要求 应该准备到那儿 这是为了解释 这是为了给一个建议 可能会有很多状态 这是为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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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想象当中的一个表达 最后 好 太惊讶了 他要离开巴黎吗? 好 这是一种惊讶的表达 这是为了解释 这是为了解释 好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条件式的现在式的七种用法 OK 继续 下面我们来练一练吧 操练起来 练起来 下面是要求大家把这个句子填完整 并且用到非常礼貌的要求 实际上就是要求你把句子变成条件式的 现在式 好 来看一下第一句话 我是一个实习生 实习护士 我呢 周一和周四的下午是有空的 要求大家把下面这句话写出来 我在实习期间获得了丰富的经验 我可以看孩子或者是照顾老人 如果我要求你把后面的中文写成条件式 现在式的话 你告诉我为什么用它呢? OK 是因为它表示的是一种愿望对不对? 我可以去做一件事情 我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份工作 来照看孩子或者是照顾老人 所以呢 应该在这个位置呢 用到条件式的现在式 现在你可以暂停视频自己写一下了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句子 但现在是表示一种愿望 固定表达背过来就好了 叫看孩子 s'occuper de quelqu'un 表示照顾 也是可以背过来就行了 m'occuper d'une personne 前面这个se要和主语 je进行配合 好,我们来看第二句话 依然要求你用到 le conditionnel présent j'ai besoin d'argent pour payer mes études 我需要前来付学费 我可以做几个小时的家务 ok,je怎么样 我可以 刚才我们用了一个je不会 对不对 你照样可以用这个词 来构造这个句子 好,开始写吧 我们这句话里面说的是 je serai prête à faire quelques heures de ménage 首先做家务叫做 faire le ménage 几个小时 faire quelques heures de ménage 好,准备好了 叫做être prêt à faire quelque chose ok 好,来,继续往下来 好,能 第二个用法了 就être prêt 准备好了 nous organisons une fête samedi soir mais nous mangons de chaisons 我们准备了 我们在周六的晚上呢 是组织了一个晚会 但是呢 我们缺椅子 你有椅子可以借给我吗 你有椅子可以借给我们吗 有什么要怎么样 叫做 avoir quelque chose à faire 所以这儿呢可以用作条件是叫做 vous auriez des chaises à nous prêter 好,好,继续往下来 下面一个 je suis retraité 我退休了 每天早上我都乘公共交通 然后呢 去城中心 但是呢 现在我想找人拼车 一起去 ok 好,那这句话怎么说呢 je préféreré y aller en voiture avec quelqu'un 就乘车去 和某人一起 好 再来一个 je déménage la semaine prochaine 我下个周要搬家了 然后呢 我需要一辆小卡车 需要叫做 avoir besoin de 只需要把avoir变成条件时的现在时 j'aurai besoin d'une gaminette 好的 我们刚才呢 讲到了所有的这些句子都表示 一个愿望找工作 对不对 好,这是一种 soué de表达 l'expression de soué 那我们来 faire un petit résumé voilà 刚才我们说过了 je pourrai faire quelque chose 叫我能做某事 还有呢 je serai prêt à faire quelque chose 也是我能 我准备好 实际上就是我能了 还有 je aimerai je préféreré je souhaiteré 都是我小 我可以 je voudrai 这样也是我可以的意思 j'aurai besoin de 我需要 auriez-vous 您能怎么怎么着吗 您有什么什么吗 好,这些都是我们刚才 学过的 刚才使用过的句子 你可以把它背起来 然后用在 表示愿望的时候 alors maintenant faisons un autre exercice 下面我们来做另外的一个练习 会给大家一个enail 然后呢 它是一个结果的表述 要是大家把它 这个倒回去 在这个时间中 让我们回倒 然后呢 写出当时 他去找工作 他去提要求的 这样的一个邮件 好,大家看看要求 叫做奇葩 或者叫做 有能力的人 总之就是 非常出色的人 叫做 la belle rare 好,这就是那封邮件 ça yé 可以了 行了 je viens de trouver la belle rare 我刚刚找到 那颗罕见的珍珠 我刚刚找到 那个能胜任 这个任务的人 la personne viendra la personne viendra deux fois par jour maitien la liangtsi nourir les chats oui mou elle accepte aussi d'arroser le jardin t'a还同意 来叫这个花园 给花园交水 elle veut bien passer l'aspirateur d'an toute la maison t'a愿意在房子里面 怎么样 这个做打扫的工作 西灰尘 bize ok 轻轻 zazan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他这个原来的句子 是怎么样 大家可以自己写一下 就是他要求 希望找到这个人 是什么样的人 好 我们刚才已经学过了 好多表示愿望的 这样的 这个条件 写的现在是了 也请大家用到 这样的句子 youraitil quelqu'un qui pourrait nourrir mecha deux fois par jour youraitil quelqu'un 也可以说到 je voudrais trouver quelqu'un qui pourrait 或者是 j'aimerais avoir quelqu'un qui pourrait j'aurais besoin de quelqu'un qui pourrait 前面都是条件诗 后面是一种 愿望的表达 后面依然是一种 愿望的表达 然后加上了 bouhè这个词 后面就可以加 无数的动词言行了 好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 条件诗的 现在诗 大家在表示 愿望的时候 在口语当中 记得 要用到条件诗的 现在诗 我们讲到条件诗